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网视频,我是先迪 俄乌局势未有缓和迹象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 美国和北约为乌克兰空军提供战斗机 波兰外交部最近表示 波兰已经准备将该国拥有的全部米格29战机 转移到德国的美军拉姆斯泰恩空军基地 再由华府提供给乌克兰,不宁收取费用 同时呼吁其他拥有米格29战斗机的北约成员国跟进 五角大楼同日以操作上不可行为由断言拒绝 有免费的东西还有得出风头 这么着数的东西三母大叔都拒绝? 不通转了绳? 各位观众,且听先敌美美到来 由于乌克兰空军机师用俄式装备 而北约里面拥有合式战机的 正正就是波兰、斯洛弗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 冷战之后加入北约的前铁幕国家 根据华府早前公布的安排 是由波兰直接送战机给乌克兰 国务卿布林肯和参议员民主党领袖书默 甚至曾经表示,会向波兰提供F-16战斗机 以补充其空军战力 所谓提供,当然也是发一笔军火财 本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谁知道到了临门一脚 波兰越想越不对路 事关俄罗斯已经说明 不允许任何国家将攻击性武器送入乌克兰 否则是为参战 于是乎就有上述捐赠战机给美国的一幕 值得留意的是 虽然波兰外交部对外表示 由华府将战机转交给乌克兰 但其实外交部正式公告里面 是完全没有提及乌克兰三个字 而只是提到波兰共和国政府 准备好将波兰空军的米格-29战斗机机队 即刻,而且完全免费地 转移到德国拉姆斯泰因空军基地 并将这批战机的所有权 完全转移给美国政府任意使用 其实即是说给普京知 我只是管捐机,不管用途 要算账麻烦找美国佬 事实上,波兰总理莫拉维茨说得很清楚 波兰不会直接参加这场战争 也不会自行决定这批战斗机的下一步安排 那就奇怪了,不是说北约成员国之间 有集体防御机制 任何一个成员国遭其他国家攻击 其他成员国要一起帮拖的吗? 照计波兰直接均援乌克兰就行 反正背后有强大的美军backup yo,用不怕? 怎知现在一事便知龙与逢 三母大叔一听到要自己落水 立即耍手另头 可想而知,波兰人听到后 当堂头都晕一晕,心都震一震 哦,我们出面激怒普京和北极熊打仗就行 你们美国佬和北极熊打仗就引发世界大战 知事体大,必须谨慎从事 难道美国人的命真是矜贵些? 其实,想心一层 在作为打击俄罗斯的工具这方面 波兰和乌克兰在本质上其实没什么分别 拜登事先一枚拱火 事后只出武器不出人 已经够缩骨 所出的武器 还要不是帮乌克兰人击退敌人 而只是等战事可以一直交着下去 反正打仗的又不是自家子弟兵 台湾有句俗语 别人家的孩子死不完 就是这个意思 那当然啦,公道地说 波兰信不过美国 波兰又是不是真的信得过呢? 如果他们真是想着北约兄弟齐上齐落的 就不用出一招比拉多色洗手 故意在战机用途上留白 做戏给普京看吧 相信将来俄国找美国灰气 都是做啦啦队居的 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 北约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 法德对美国这位大佬不满已久 法国总统马克龙几年前就形容过 北约已经老死亡 欧洲应该建立自己的军队 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也认为 欧洲不可以继续做美国附庸 必须走自己的路 现在欧洲人全面归队 只是因为拜登成功争取普京开战 阻塞俄罗斯威胁 讲到底都是形势被人强而已 看到波兰和美国的这幕活剧 网络三军总司令习连司机 不知有什么感想呢 当初削尖母袋 甚至不惜生灵涂炭 都要加入的北约 原来只是一个国怀鬼胎 大难未临头 已经各自非的组织 何苦来游呢 好了 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 大家是觉得like 搞错还是吃抽身呢 投票告诉我们 多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